不用坐那,你看啊 就在,就在这儿 孩子都学的特客气 我送他们一个帽子 他们觉得不好意思要 不好意思要,我跟他说 小男孩应该争取 就跟考试啊,体育比赛啊 都是竞争,没有说客气 说您先跑,您先来 全来都是中国人家客气 那你还上 上什么学啊 开机了 你看啊,现在是22秒 到10秒的时候他就黑了 黑的时候他仍然开着的 但是 但是我们认为他关了 还没到10秒 我现在不能碰他啊 我刚才弄在30秒上了 他只有30秒 最低是30秒 哦 这就特讨厌 你懂我这些 如果懂了这些设置了 我再说下一步 你看,现在根本都没黑 比如现在那个警察 或者什么东西 就北京城管这种厕所 不许拍照 不许拍照 谁他妈拍照了 哪他妈拍了 这种是开着的 千万别碰屏 一碰屏的就亮了 但是你打开你看 刚才我抛到天上他都有 儿路学的特客气 我送他们一个帽子 他们学不好意思要 不好意思要 我跟他说 小男孩应该争取 就跟考试啊 体育比赛啊 都是竞争 没有说客气 说您先跑 您先来 全来都是中国人假客气 那你还上 上什么学啊 然后这李卓宁问我说 你忙不忙 我说不忙 他说为什么不忙 我说因为sensorship 他不知道有sensorship 因为他们在学习那个环境那没有sensorship 我们这有sensorship 然后他他说 我说你赶紧自点拿手机查一下 不然白晒我wifi了 然后他们都学的特温柔 没有那个游牧民族和渔猎文明的竞争精神 都是中国文化的假客气 就是现在那个也可能跟中国吃的东西有关 雌性激素多 为什么雌性激素多呢 他是为了让那个肉啊 嫩 肉肉 肉菜多 只有雌性的才鸽辣 它才嫩 所以雌性激素就多 雌性激素一多 就是女孩吃的就不用说了 男孩吃的也跟女孩似的 我昨天那个昨天我碰见一帮师大的 师大本来女生就多 然后一个男生五个女生 啊 灭了 灭了 这也是一个一个特众 灭了是什么意思 没变 不是 这是一个特特出的功能 因为到处都有sensorship 所以他这个 他这样的时候别人都以为他灭了 其实他没灭 哦对 对 对吧 对对对 你说你没拍 嗯